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上升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已经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和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好 下面就是讲《藏传净土法》 《藏传净土法》里面现在正在讲供养之 今天这一堂课应该这一段内容会讲述圆满 昨天前面也介绍了仅仅是我们能够见到佛像 还有在佛像面前供灯供养这样的功德非常大 不可思议 功德的功德我本来想昨天给大家介绍 这个世间关系也没有详细地讲 你们封边的时候看见《贤愚经》里面专门讲过 释迦牟尼佛前世也是变成一个公主 是一个国王的女儿 当时经节讲得也非常的殊胜本来我们经里面说 评语供养的故事以后 印度的当时许多城市里面尤其是这样附近的这些大街小巷 全部都是遍满灯战人们非常的欢喜行持功德 包括晚上好像天上的星星来到地上一样 就非常庄严当时阿难尊者问 为什么这次行持善法是那么成功 当时佛陀说我不禁止这个禁止前世我对功德很有因缘 他当时讲了他前世变成功主 还有一个应该是有一个法师叫神游 神游到处都去寻找功德的游 灯气等等 那么这个时候佛陀说我变成功主的时候 我就给他提供这些字句 所以后来我们共同供了很多等 神游发誓后来佛授记他就成为将来的顶光佛 当时我心里也觉得这个功德是我们共同做的 我也在佛面前祈求授记的时候 佛陀当时授记为我将来变成释迦牟尼佛 所以即生当中我行持功德方面有殊胜的因缘 而且我的佛果以功德有殊胜的关系 有这样的因缘 因此我们大家都知道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变成功主的时候 现在我们外面的社会上也就是说 各大寺院各大道场里面包括一些家庭 菩提学会的一些小组里面经常实行功德 我们这里的很多道友也是在家里也好 各个班当中举行功德这个非常好的 希望我们以后长期持之意恨下去 不能我们正在宣布一件事情的时候暂时大家都行持 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这样不行的 现在有些部门或者国家的有些文章和精神 相当于是狂风一样的一阵过了就没有了 我们不应该这样的确实佛教上的有些行为有利益 一辈子都是受拥乃至生生世世都是依靠这种功德来行持 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是第一件事情我希望我们个人也好 集体也好 以后供顿的这种事情要永远行持 封店的时候也看有关的经典生起信心 这是一个事情还有我们见到佛像念佛号 这个功德也确实非常大的 佛观三昧海那样的一个经典吧这是汉地也有的 那么这个经典里面也宣说了仅仅是我们念一个佛 或者看见这个佛像以后生起欢喜心的功德 也专门讲了一个故事以前在这个世界上又有个叫做释迦牟尼佛 这不是我们现在的释迦牟尼佛以前有个释迦牟尼佛 那么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下面有一个王子叫净传王子 那么清传王子持有邪见的不信佛教的行持很多恶业 后来佛陀圆寂不久的将来他的教法下面有一位比丘 有一位好像顶自在吧这样的一个比丘 这个比丘让王子行持善法但是他不可 后来要求他最好到寺院里面去看看佛像对他有利的 他也是偶尔的机会到了寺院里面见到了非常庄严的佛像 因为佛已经圆寂了只剩下这个佛像 他见到佛像之后特别地生起欢喜心 然后他对比丘说我看见了这个佛像 但是佛像那么庄严佛的想好身体更是美妙不可言 后来比丘要求他你如果其他礼拜做善事的因缘和时间没有 因为他持有邪见的人不一定非常恭敬 但是让他还是要称喇嘛佛让他念这个 后来他也是在佛塔和佛像面前说了喇嘛佛 他这样顶礼佛这个意思他就念诵过 因为这个因缘在佛经里面说他很多劫当中没有堕入恶趣 很多劫当中行持善法后来获得了受能言杀明 对 受能言杀明所以将来他成为财数菩萨有这样的公案方便了 当然我今天时间关系把这些公案简单地讲一下 其实我们佛教的有些公案和故事讲了以后应该对照自己 我们平时认为见到佛像是很容易的事情 你到一个寺院里面去包括一些市场里面去 经常看到一些挂的佛像 但是这种见到佛像的价值和意义跟 我们见到其他世间上画像的意义完全是不相同的 这是我们作为佛教徒一定要有理性的认识 并不是迷信的认识如果我们以为迷信的 哦 这个是什么就像现在民间有种种一些像 当作自己的皈依对境这是不合理的 确实到底有没有公报都是不好说的 包括我们现在有些道友很多上师这些像 全部挂在胸口特别多 但是我的建议我以前也跟你们说过很多次 最保险的就是要挂佛像我们车里面也好 在寺院里面包括自己的佛堂里面挂佛像 这是最保险的你真正成就的大传承主持 这样也是非常好的大家公认的 否则对自己私人的感情 恩人 这些不一定要全部挂在胸口上这样你的爸爸妈妈 姐姐哥哥所有的这些包括你曾经小的时候 特别喜欢的一些大熊猫 小猴子 这些也是全部挂在胸口有没有必要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的对你的恩人全部不一定 但是真正对你有利益的我觉得就是佛像 所以供养佛像的方式非常多 这里面所有的公案 故事讲得很细致的 希望在座的每一个人学习的过程当中 不要周末光华 随便看一遍 每一个故事里面大概讲了一个什么什么吧 就好像我们有些人不知道因缘的原因吧 看一个动画片 看一个大张的故事 几十年以后心里面还是记得清清楚楚的 有关佛像和业因果的这些公案 讲完了以后 忘完了全部都没有记在心里面 这包括佛像上面的一些现在国外 拍一些有关佛教的电影 电视 但是这些他们也是记不着的 这可能我们的业力真的有一点关系 不然世间的有些记性那么好 为什么出世间的道理呢一点都记不到 我希望很多人对佛教的教证和一些公案 包括有些道理应该尽量记在心里面 如果你记在心里面经常会用得上 如果没有记在心里面在关键的时候 因为你的道理在手本上 关键的时候你要去 比如说你今天遇到一个敌人 本来修安忍法在《肉行论》里面讲得很好的 但是这个窍诀你一点都记不着 你遇到敌人的时候你马上要想修安忍 怎么修不知道你回去准备拿手本就不可能的 敌人在你面前 当下如果你把道理能记得出来就可以观修了 同样的道理我们学任何一个道理应该随时都是用得上 这是很重要的 下面接着看 我看当今时代大多数的人为了暂时的幸福安乐 百般做佛事 师徒通过佛生向佛取摸佛事当仪轨 到达小灾面来增福严肃的目的 这是现在世间当中很多都是这样的 做佛事做佛的目的就是小灾严肃 就是有这样的目的他的方式很多都按照密宗的 降佛法或者取摸法依靠这些仪轨来这样做 可是因为往昔未曾积累福德 为造恶业感召而淘宰的损耗鬼等恶魔跟随自己作用 这种业果以身负 焚烧等方式怎么能遣除呢 如果我们曾经造了各种各样的恶业而没有积累善法 那么虽然你做了各种密宗的一些 这样的相摩仪轨 相抚仪轨 烧尸仪轨等等 因为很多劫以来可以说给他签了这种债 不管是命债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债 那么这些众生变成损耗鬼变成各种鬼神 更生你的作用所以你简单地做一种服饰 不一定能消除这个大家都应该清楚 就像世尊也是这样说的 业力犹如河逐流 瞬间其能当业炮 佛经当中是这样讲的前世造的业的力量相当强的 就像一条河的筹路一样 我们用各种办法来把它当住的话很困难的 因为你前世真的是杀害无数的众生造了弥天大罪 这样我简单地连一个烧尸仪轨或者相抚仪轨 能不能把所有的魔全部驱逐呢很困难的 因为前世自己的业尤其是你杀害过其他众生 那么这个业自己一定是以起身的感受来 会要偿还 这种很简单的行为不可能阻挡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业和难当业力的河一旦奔弹咆哮的时候 我们很难以当住 以前我很小的时候我们有个亲戚叫做斑马丹增 斑马丹增行持善法方面确实很好的 曾经他出过家后来还俗了也生了很多孩子 我平时接近他比如说写一些经书 他写书也是书法很好 课观音信咒也受益非常不错的 还有包括《大圆满前行》里面的一些教证 他背得特别特别多 我有时间的时候经常清净他有时候我给他问 就是你不是听说我以前出过家 你怎么会娶妻生子啊你为什么过这种生活啊 然后他给我引用这个教证 业力犹如何诸女王瞬间七年当业报 但是我还是不是特别地能解释 但他说这种业力现前很难以阻挡打 我也觉得很惭愧但是也没有办法 现在只有我忏悔了 当然这个教证不同方面来可以这样解释吧 就是确实也是我们有时候觉得 比如说生病出现一些违缘以前也讲过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甚深的前世因缘关系 很复杂的因缘关系 那么我们一下子做一点佛事一下子做一个简单的方式 能不能解决呢有些是可以的偶尔性的 比如说你的四大佛条或者外面的一些地生 山生来作害 这种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仪轨 或者有一种方便方法来可以遣除 但有些是确实众生他自己所造的非常严重的罪业 这个是很难以遣除的一定要懂得佛教的这些甚深道理 否则有些人觉得好像做了一些善事 怎么会变成感受痛苦啊这方面不太相信 关于这方面记得好像在那个吧 《应成回忆录》里面也有一个公案 这个公案是很精彩的但是我记得不是很清楚 以前应该在上海那边吧有一个叫做姓陈的人 他们家里特别的富裕很富裕的 后来她丈夫离开世间离开世间以后非常的伤心 她那个妻子可能是个老太太吧她很伤心 后来听说在上海当时有一个法国人 洋人 他通过一些法术和念咒语 灯坛以那种方式来 他可以勾照前世的理会来对话 最后她去寻找他需要交一千块钱还是什么的 然后对行程的人来讲交几千块钱应该没有问题的 然后她交钱以后让他请到他的家里面 在客厅里做法事他做的过程当中 先把灯全部熄灭自己安住一种境界 就开始念咒语上坛 上坛场 念咒语 用了好长时间之后 他就开始就像佛教的竹顶一样 然后跟这个家人说你们的亡人业力非常深重 在这个阴间一直没有找到 最后我发现他已经堕入地狱 我怎么样教也是勾照不过来 他感受非常痛苦的业力很痛苦的 在那个时候那个姓长得非常不高兴 就把法内听说我们这个亡人在生前的时候 盖寺院 做很多饮殊等等做很多善事 你说他堕地狱的话谁不相信 然后他开始就说你是骗子 你把骗钱财这种说法完全不合理 你有什么证据他堕入到地狱当中 最后那个法国人实在也没办法 后来他提一个建议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看你找另一个王者 以他对话的方式来能不能了解 后来他的大儿子也死了 好像死了不久几天 然后把他的手箱 承受八字全部都是给他 然后让他继续上探 这个时候不过一会儿的时候 确实是他的灵魂好像在房间里面 眼睛可能看不到出现那种声音吧 大概是这样的 他就可以来了 来了以后非常痛苦的样子在他们面前 在这个时候他的女人开始出现跟他对话 对话的过程当中这个人说我生前的时候实在是 对不起你经常吃喝飘脱做很多坏事 我现在在阴间也感受很多的痛苦 希望你们可以做善事超度我 而且我衣服的包里面有一个支票 这个用来一方面照顾家里的事情 另一方面给我做善事 女人看了确实她的衣服当中藏有支票 就是那个时候就身心不意 后来还有她的孩子也出来跟她进行对话 在那个时候问刚才那个老太太的丈夫 也就是说她的父亲吧那个亡人的父亲 问她的父亲为什么不来 她说听说她造的业是比较严重啊 应该堕入在地狱当中去了那个时候 新城的老太太就开始忍不住了 就开始说你爸在生前的时候做了那么多的善事 不管该寺院也好做许许多多的善事 怎么会是她堕入到地狱当中去 后来她就解释虽然她做了善事 当时也做了很多非常难以想象的恶事 因为当时她在北京的时候皇上派她到山西那边 有六十万粮的影子到那边去挣载 出现一些饥荒吧那个时候 但是她全部自己私下吞了 因这个因缘在外面死了成千上万的人 后来好像皇上和大臣进行调查她的时候 她又花了几万钱 几万粮银子就开始贿赂 贿赂以后这个事情已经淹死了 已经覆盖了 以此造的业 尤其是死了很多人的名字 她就不得不保守 如今堕入地狱 后来当场的很多人说是对因果深信不疑 当然这个故事希望你们具体的大概是不是这样 就是再详细看所以从这个公案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 当时确实是有些人通过一些法术 跟中阴的一些众生进行对话 这是我们在藏传当中包括一些 到阴间去一些高僧大德云游中阴云游地狱的故事 也非常多的还有一些空行母 瑜伽士 包括一些修行人经常跟死人和中阴神进行对话 他们在恶趣当中的感受如何如何的 这种情况在我们的民间说法当中也是非常多 有些并不是民间说法 真正的一些事情有记录下来的文字也相当多的 就相当多的所以有些人前世或者即生当中 对因果法门这些方面不是特别闻思过的人 恐怕半信半疑的但是真正在这方面 自己亲生有一些体会经验的人应该会了解的 因此我们说即生当中虽然做的有些善事 但是这个善事也有可能递不过前世的恶事 或者今生当中造的坏事 因此我们自己也应该观察 如果你造的一些恶业那么尽量地造善业超过于它 这个很重要的如果你造的善业超过于它 虽然你造了不善业也不会堕入地狱当中去的 记得《毕婆沙论》当中也是有的说是 有大福德者谁有罪恶事 不令堕地狱现身而亲受有这个教证 意思就是说有大福德的人 行持善法的人 虽然造的一些恶事但是因为自己的清净忏悔 自己行持善法的功德力量比较强 他不会堕入地狱当中 即生当中可能以象征性的 你的身体里面感受一些痛苦 轻微的一些 比如说你即生当中生病 有些人本来在家的时候身体很好的 出了家以后往往身体不好 天天都是吃很多脏药 中药 那天有些人说我为什么以前身体很好 我现在天天吃药 本来是你造的业堕入地狱的 可是现在你出了家你学了佛以后 就开始今生当中吃一点药就可以了 也许是这样不好说但是因果是唯有佛陀才知道 我是这样推测的我有时候觉得吃药 我觉得可能很好 来世不用堕地狱的苦 我守夜的时候经常这样想 打针的时候虽然很疼 哎哟哟哟 但是一会儿就想到可能这个是 可能今生当中用针吃在自己的身体上的话 来世不需要用地狱长长的刀子用来看我的身体 我就这样去想 心里面这样想 应该是佛教里面的很多道理是这样来理解的 他这里也是这样讲的有人说是要进出数业增长俘虏 但连十盏数有等十个神修公平也没有 说是这样的但实际上真正实际行动当中 不管你有钱没有钱连十盏数有等 我们这里有些道友我功德讲了那么多 但也许是从去年功德功德一直到现在 你们扪心自问每个人做过多少等 如果你真正努力现在舌辣油买得那么便宜 等轻也是那么便宜 我觉得不可能一个人连十盏灯都做不出来 但是没有福报或者发油脂 脑油条 这些人可能无所谓堪布说天天都是像鹦鹉嚎叫一样 一直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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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说了也没有什么 只是我不听听而已除此之外没有什么 当然便宫会这样的连十个神修的公平也是没有 只是对着一个空空的贪承 幻天造荣 如果不需积累资粮之因而仅仅依此便征服的话 唯一利他的诸佛菩萨肯定遭遇一切众生都具有福云了 我们每个人自身确实要做一些事情 一定要你积累资粮的时候随着你的财力也好 根据你的信心自己应该要动一下自己应该要做一点 如果你没有做仅仅是空空的贪承 空空的佛堂 你就开始念护法圣也好我们法王不是讲过吧 念护法圣的最好也是要有一个公平 我们功夫也是这样的我们每天都是说全部一幻公养 你自己一点都是舍不得那这样也是不合理的 全部一幻没有必要你现在自己有这么好的供品 哪怕是一点点糖 一点水果 你先先用之前功夫也是很好的 但是这些都没有的光是这样换天造荣 这样不需要资粮的话那诸佛菩萨唯一是利他的 他们除了利益众生以外没有什么其他专业的做事情 没有什么的佛菩萨的专科就是利益众生的 利益众生他们为什么不让所有的众生都获得快乐呢 但是众生自己的因缘不具足的话 佛菩萨也是无论威力应该可以这么说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曾经有一个老人 观修淡尖护法圣结果他修了很长时间 好像淡尖护法跟人与人见面一样情世显现了 他的想法本来像法财一直修淡尖护法 像淡尖护法神 自门护法神都是财神 一般很多汉地的道友好像藏地不是那么 有些时候习惯和传统不一样的 我是看很多不同民族的传统比较了解的 但是藏地对黄财神并没有像汉地的极个别道友一样 天天一直听到一个观地听到一个传法 那么非常有信心的目的就是想发财 那个人也是很想发财一直拼命地修淡尖护法神 结果淡尖护法神真的已经出现了 出现之后他就一直希求让我发财 然后发财的时候丹尖护法神也是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的 不能给他给予希地 好像有一次他修行人跟其他的乞丐一起 获得了一碗稀饭 一碗粥 到了下午的时候丹尖护法神问 今天我给你吃希地了 你知道没有 他说 没有啊今天喝一碗粥不一定是我 跟我其他所有的人也是共同获得的 然后丹尖护法神是 一碗喜愿是你跟其他的人共同获得的 但是你的碗里面有一块大的油脂 这个是其实我给你赐予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作为丹尖护法神 也是除了只能给他一块油脂以外 其他的喜地是无能为力的 一块油脂 那这个可能他通过他的信心 然后丹尖护法神的为力 一般来讲我们有时候煮喜饭的时候 里面有一些现在很多上师吃肉是应该可以的 丹尖护法神也是给别人喜地的时候 都是有一块油脂也有这样的说 但是可能是开玩笑 实际上真正众生的血肉 诸佛菩萨也不是真正的 以喜地的方式来给的 只不过只是一个怎么讲呢 只是在公案当中这样提而已 因此我们关于提倡素食利益方面 确实在家人也好 出家人也好 一定要不能以一切相似的理由来推广浑食 否则直接威胁到无数生命 所以我们藏传佛教以前很多方面 比如说交通不方便 气候恶业 还有在高原上素菜这些比较鲜少等等有种种原因 现在没有这些困难的 因此我想为什么如今很多人对藏传佛教 包括享用血肉的行为方面 受到了许多的诽谤和诋毁来源 所以我们自身佛教徒有些行为是不受法的 因此希望我们行持善法的时候应该各方面考虑 考虑尤其是对佛教一定要考虑 佛教的形象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也很重要的 再说 直接对众生的生命有着危害 危害关系的时候 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路 佛教你要选择自强不行还是自生自灵 其实很多的道理很多的事情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我们每个人如果共同齐心协力 大家共同发愿维护众生的生命 弘扬大乘佛法的力量大家共同这样做很容易的 那么有些人做善事的过程当中有些人也种种的方式来制止 确实也不是很好的大家应该在各方面需要具体分析 一般而言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 一种人是以苦得乐 一种人是以乐得苦 这个世间上确实也有两种人是 一种人是通过修行暂时看起来痛苦的 但实际上永远都 乃至生生世世都是快乐的 有一种人表面上看来特别像说 现在的一些富翁 有些富败分子 表面上看来他们的生活确实是非常快乐的 可是你闭了烟之后前途都是黑暗的非常可怜 可怜以前有两兄弟他们怎么说 在修学的过程当中一个人是执著少欲 他那个哥哥执著少欲行持善法很有善根信心的 而他弟弟有吝啬 有傲慢 具有邪见非常不好的 后来他们的见解实在是随后不容 后来哥哥选择出家弟弟极其地诋毁 反对 没办法 他们只好分属了他们的父母早就死了 然后哥哥通过修行最后获得了阿罗汉的果位 而弟弟听到他获得阿罗汉的果位之后又非常生气 进行谩骂 诋毁最终以此业果死去而堕入旁生当中 变成一头牛 有一次主人把牛在上面投运很多很多的火物 然后爬山他就喘起 没办法走路 在整个时候遇到了他哥哥的阿罗汉 阿罗汉通过神通一观察 原来知道他的弟弟现在变成牛 然后他很生起悲心马上通过他的身边让牛 了知自己的前世是他的弟弟 那个时候牛一边走路一边开始哭啼 后来哥哥通过方便方法把牛召回来做放生 这是佛教里面很出名的一个故事 所以很多人一家人念兄弟或者念字面 那以长大选择的路是不同的 一个是前往黑暗路一个是前往光明的路 确实是不相同的包括我们这里有些道友 我们小的时候在读幼儿园读小学的时候 两弟兄都是同样的一个生活 同样的一个屋子里面或者父母的光辉下就开始长大的 可是你长大之后各者选择的路和行持善法有所不同 每个人都你自己想一想 你自己家里的兄弟姊妹到底是什么样分数的 那现在有些不断地行持善法有些人不但不行持善法 还要不断地自无忌惮地诋毁 那这种人的虔诚是什么样 我们依靠佛的教证来很容易知道的 所以有一种人亦苦得乐有一种人亦苦得苦 亦乐得苦 也就是说有些人虽然上供下士清净罪障光行善法 但如果往昔所造的业力以他的善业使他果报立即成熟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他的善业做得很好 但是以前的一些恶业通过善业的方法引发 我们有些病人看病看病以后本来那个药对你很对症小药的 可是你吃了药以后有头有辣上头下息特别痛苦 那暂时很痛苦的你就认为这个药可能不对的时候 可能我服错了或者医生有问题其实不是的一会儿就好了 那同样的道理有些人真的行持善法的过程当中 很有可能违缘重重很有可能很多事情都是不顺 但是这个是个好事应该不能生邪见 有些人当下马上生邪见行持善法就立即断掉 这是不合理的 在现实当中少数遭受病苦 恶缘等痛苦 然而他们必须会苦尽天赶来绝不会永远感受痛苦的 比如修行人今生当中感受一些些微的痛苦 无有损害 来世获得安乐的 即生修菩提有一点点痛苦这个痛苦是有界限的 就像我们寂天菩萨所说的一样无尽修菩提 此苦有其限 我们现在修菩提的时候虽然有一些苦头 但这个是有界限的如果我们没有行持善法 这种痛苦永远也是没有致敬的 一直会感受下去的 另有些人勤奋经商 数额当获得财食 虽然个别人在现实当中是否好像获得一些快乐幸福 但毕竟极乐生悲 不可能永远享乐 换句话说 非法之人今生享乐一些威乐 无有利益 来世感受更多的痛苦 这个永远也是不会放下的 我们所造的这些业将来肯定会感受痛苦的 所以造善业和恶业方面一定有很大的差别 这一点一定要明白 因此犹如在天地里剥下种子和恶亦成熟一样 即生无论是苦还是乐都是属业感召 对此没有什么肯定和否定的 没有必要我们进行去破理 进行去分析 没有什么的 凡是即生当中的苦和乐 完全决定是前世造的善业和恶业的果报 我们即生当中建立这个道理没有必要费很多的经历 也就是说昔日无期之因到时候必定会成熟无期持苦 只不过是因缘具不具足而业 就像《宝积经》里面说是 假使经百戒 所作业不忘 因缘毁于是果报还之受 所以我们以前《百业经》里面用的 跟汉文里面译的意思是一样的 持续是不相同的 经过一百个戒我们所造的业不会随便失去的 一旦你的因缘聚合的时候 一定是它的果报自己成熟的 因此对这个道理一定要有一种定解 今生只是短暂的一瞬间 痛苦会安乐也是无有重大的厉害 好似梦境一样的我们现在痛苦也好 快乐也好 很多人都是认为这个感受很强的 但是其实做梦一样的快乐也可以 痛苦也可以 修行很好的人真的有这种感觉 反正我今生当中就这样了了 这样就过了 因为很短暂 你知道你的前途非常的漫长 所以这一点很有体会的 但即生当中的苦和恶决定是善和恶的因缘造成的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定解 法学经里面讲的一样 行恶得恶如种苦种 还有就是说 行善得善 也如种田 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造的恶业一定会有苦的果报 就像我们种下一个苦的种子它得的是什么呢 就是苦的果 我们造的善业决定会有快乐的果报 就像种的一些天文的种子它得受的果也是甜的 所以这是自然的一个规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 我造的善业最后我感受的痛苦绝对不会有的 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在座的道友们 有时间的时候好好地思维佛经里面的这些金刚语 你一旦在你的相续当中真正能感受到 因果不虚的道理的时候那说明我们就变成一个真正的佛教徒 所以我们现在始终认为 寺院里面一定要有佛教的教育 佛教徒当中要有佛教的教育 没有佛教教育的寺院和不懂佛教知识的修行人 或者佛教徒只不过是形象派了 实际上他们也做不到任何有利的事情 有意义的事情绝对不会做的 我们藏地有些寺院只是外面一个非常好的经堂 里面没有佛教的教育没有佛教的教育的话 毕竟是这些人出家了但出家以后他什么都不懂 汉定也有说实话 有些我这样不会地说了可能也不高兴 但不高兴也无所谓的 我也并没有说为我自己的受辱 为我自己的名声 就是指点别人的过失 我们可以看出 按理来讲寺院都是佛教的教法和正法存在的道场 基地 里面没有教法 正法的话何处去寻找啊 我们暂且不说是正法 因为正法是从过实修实证而得来的 这种根本不用说你对佛教的教育都不懂的话 那实修实证从何处说 绝对没有的 因此现在有时候佛教在我们的手里 就是很有可能全部会毁掉的 这一代人的这种手里面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你有很多名称 但实际上你到底弘扬佛法没有 自己行持佛法没有 佛教的基本教理 因果理念都是你心里面没有的话 那形象上怎么样都是可以的 形象上怎么样都没有多大的关系 然而后世确实是无边无际的 若苦定苦 若乐定乐 我们后世确实是 如果你要一切感受的话那会痛苦 你苦的话永远的一个苦乐的话永远的一个乐 因而想到长远的苦乐我们一定要在今生即时 以善心轻轻积累资粮上供下施 以变成成就所缘 这一点很重要的一切的业果就是随着自己而来的 应该是《华严经》里面讲的吧 说是一切主宝皆从业气一切主国皆从因气一切主义皆从习气 一切的报应全部是前世的业来的 一切的果全部是因它的因缘来的 那么我们所造的业其实是 现在我们众生的喘息和习气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我们做善业没有单独善业恶业的一个特定东西 没有的但是我快乐和不快乐看我的业 那么这个业平时我的言行举止 我的所作所为就是依靠它 我的所作所为都是按照佛经里面所讲的 这种要求来约束自己 坚恋自己 那善法的业不断地在增长不断地在提升 如果我所作所为也好或者我的言行举止不如法 那我的恶业不断地在增长 最后我离开人间的时候 我的灵魂跟着我自己一辈子也好 无数事所积累的业跟着离开后世的 就跟着离开而走的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我们很多人没有这样的因果理念 好像迷迷糊糊的可是到了一定的时候 你也许在中阴身 也许在后世 能回忆起自己前世的时候会明白的 那个时候也许你堕入到地狱里面 特别后悔 也是后悔莫及的 以前《涅槃经》里面也说了 三世因果虚幻不施 此生空过后悔莫罪 三世因果虚幻不施它必定会成熟的 但我们现在有机会的时候没有造善业 而这样空过下去的话 到了后世你一定会伤心的 但你后悔也是没有办法的来不及了 而且现在世间上有些犯法的人 他做正常生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 有些老师也好 有德行的人的教育 他根本不听得自己入监狱或者判死刑的 那一刻他才明白自己所作所为都是非常过分 但是已经后悔了最后就没办法了 世间上也有这样很多的例子 所以我们作为修行人学习佛法 应该要改变自己的心相续改变一些状态 否则学法无益是狂然 如果往昔弥天大罪之人恶业果报成熟在眼前 也是领导别论除此之外 其他人自此之事顶会感受快乐 意思就是我们如果上宫下施行持善法 有些恶劣现前的人领导别论可能没办法了 他一定要感受过法那其他人只要你行持善法 往生极乐世界发愿你经常供党 经常忏悔 那这样从现在开始乃至生生世世一定会快乐 这种快乐的过程必定会有的 所以现在很多善良的人真的懂得了因果关系过后 他根本不敢造恶业即使给他有多少的奖励 他根本不敢造非常可怕的恶意 这是说明他的心相续当中真的生起因果观念 并且以极之力死后立即如愿一场往生极乐世界 这种人很重要行持善法的人一直会快乐 最后往生极乐世界的 下面可能不用很详细地介绍吧 意思是在作者里面应用了一些极乐愿文的 平时我们开极乐法会的时候念诵的一些仪轨 结合起来就开始夹在里面 所以这个道理下面随便给大家念一下 现在介绍供养具体实际修法 观修佛天要按照顶礼是皈依经的观想 就像前面观想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等等 那样来明观 见密恶要的也可以宣说一下 三十七对曼茶路的观想次第 如果方便开极乐法会 那个时候随便说一下也可以 我们前行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些教言里面也有 如果没有时间不去宣说也可以的 按通常的仪轨而供养曼茶路 供养曼茶路的时候 因为我们平时供曼茶路在上师面前 受灌顶 受传法那个时候供养的 供养原来的偈颂里面 供养大恩具的根本以及传承殊胜上师有这个字眼 这个稍微改变一下 因为现在是在阿弥陀佛和诸位菩萨面前 我们供曼茶路 所以在这种场合当中把语词稍微改变一下 供养护诸阿弥陀佛以及释放诸佛菩萨众 愿自他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其勤为力有勤悲明皆拿赐予加持 用这个词来进行供养稍微改变一下那个词 还应该念书《三生曼茶路》 这个是龙庆林地里面的三生曼茶路的仪轨吧 首先是《华生曼茶路》 吾摩阿弘 百数巨子三千十戒茶 充满整天七宝灯财富 以及我生受用喜供养 愿或转来忘之过程 这是《华生曼茶路》 然后是《华生曼茶路》 《华生曼茶路》是 圆满宝生之故味这是《华生曼茶路》的偈颂 然后《华生曼茶路》 《华生曼茶路》的偈颂 现有其精通者贫富生 大悲不灭发心有无事 供养此生明点清净茶 愿或殊胜法生之故味这是《三生曼茶路》 又可以颂七堆曼茶路的偈颂 这个我们经常供曼茶路都是用七堆曼茶路 就是 头向显华遍大地须觅四周日语时 观想佛刹作供养愿住众生信佛刹 然后又供颂 供养人喜三瞎叉 祈愿菩提道无障 证悟善事 佛谜意不谜世间不诸己度化无边诸众生 后面的接颂 然后在《诵三遍本论》当中的 无声受用极善感一切真实知供品 一幻七宝 瑞相悟 本尘三千世界众十亿日月诸续密 人天弄之诸书用一幻供养无量光 为力无故悲拉书这是《极乐愿文》里面的一个颂词 然后念诵三遍供养诸 我们学院里面供养诸念得特别快 我不能念得比较快 包括我们现在念的维洛师可能念了还是没有念不知道 说好 所以我都前两天一直诗经地念 不过我们学院确实也是以前法文在世的时候 也是维洛师念得特别快 所以可能稍微慢一点不然念供养诸的功德非常大的 应该尽量我们念诵的时候要念 同时判处业绩 广泛观想 普显云共 下面作者有一个暂停戒 就暂停戒 唯一无有烦恼清净心正法财物供养三十尊 依此供养一击二字道愿助众生获得正绝果 好 就讲到这里吧 《民修圣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